我们建筑设计的核心 其实我们在创造一个空间的感知 透过人感受到空间 你进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那上传团队其实是一个 兼具创新实务的一个设计团队 从一个最大的HTC的厂房 到一张桌子 用我们设计和热情 去设计出不同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做一个整体设计 所以整体空间设计 就是说你从建筑的硬体 到室内空间 到家居的成设 其实就是人感受到空间 这个整个3D的范围 对我们来讲 这其实是一体的 因为其实受我父亲影响蛮大的 我父亲是传统的木工装潢 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跟他去工作 那你就看到说 他把一个空的房子隔间之后 屋主就很开心的入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 你会接触到不同的案子 说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换一个新的案子 对我来讲这是很新鲜的 新鲜之于就是 你面临的挑战也是不一样的 我讲身为设计者嘛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外形要好看 才能符合一个设计师 除了建筑师的一个形象 那第二个其实 因为我们在用视觉呈现的时候 其实我蛮可以有的 这个画面的解析度 包括颜色的对比 那第三个当然是效能 对因为我们常常会跑图嘛 跑一些3D的图 它的效能会比一般的笔电 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功能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瓶颈其实是有两个啦 第一个瓶颈是说你身为设计师 你自己有没有自己创作理念 当你有一个成熟技巧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 第二件事情是当你有想法之后 你怎么把它真实的呈现 或许我心里很清楚 但是别人不清楚 我的业主不清楚 我的同仁不太清楚 所以要一个好的工具来呈现它 比方说手绘图 模型 或是说到了进电脑 我们有3D的Render 传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们设计一个住宅 那屋主他们是三代同堂 他本来住在新竹市 那他就把它搬到 苗栗的山区里面 那因为之前住在市区里面 他们就是很封闭 所以他们窗户都关起来的 那我们设计在山区的时候 当然是开大窗户 他入座后一个月之后 我就去拜访他们 看他们住的怎么样 哇 我就看到阿嬷 神清气爽这样子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阿嬷你去做脸哦 怎么汽车那么好 没有啦 是在那边心情很好 环境很好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做设计的一种成就感 回应到刚才讲的小时候 看到跟爸爸去工作 看到每个人住到新的家 记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跟满足 其实建筑设计 跟一般的创作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创作 第一个 你当然有一个设计师的自己的想法 那你要满足业主的需求 你还要满足一个工程上的需求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务实理性 那你如果在这里面三者 找到一个平衡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也是最难的三件事情 你有听过寿司之神吗 常常很多人去吃的这个寿司 它能安排感受到 哇 季节变化 食材的变化 也有很多的这个体称转合 那我们心里就会 哇 有很丰富的感受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光影 声音 风的流动 居住着人 他在这里面感受到这件事情 你的生命才会存在 才有所谓的自由 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们希望创造这些空间的感知 表面上是好像做很多光影变化给你 其实是希望你感受到我 你才会有自由 所以我们来说感知之间自由存在 我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说出现一个兼具性能 效能跟外观的一个这样的产品 其实这次笔电它有NVIDIA Studio认证 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有人帮我们把关了 把品质把关 以后我看到NVIDIA Studio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有一定性能的笔电 就像说我们找建筑设计 要找有认证的建筑师 才有一个品质的把关 我觉得这台笔电它其实 因为它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嘛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非常坚固 兼具的质感 因为我们常常去工地 有些东西就随手就放在地上 对那我觉得对它的一个性能 还有一个耐用性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 这次NVIDIA的GPU加速 其实也让我非常的惊艳 因为在我们的模型里面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元件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桌机 跑起来都不太顺了 当时我发现我在这台笔电上 其实可以很快速的开启 这些软体 甚至我还可以很快速流畅 在里面的360度的空间的浏览 那我觉得这个它的GPU的加速 其实扮演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TuneMotion也可以由GPU来为3D设计 提供即时的渲染和视觉变化 如果效能不好转不到 那其实我的座椅就停在那边 我的思绪就停在那边 还不如直接看我的模型就好 反而是被工具限制了你的创作 以Sketchop来说 有GPU加速的OpenGiro的检视区 可提供更流畅的设计体验 RTX加速的路径追踪技术 能为3D设计提供 互动式视觉化效果 其实我觉得以它的这个尺寸 对它把那个荧幕做到最大 边框最小 视觉上非常舒服 然后其实因为 我们建筑是空间设计没有错 但是其实它会牵扯到你的材质 颜色的变化 所以那个颜色的精准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喜欢做 同一种色系 比方说全部都是混泥土 它是同一色系的时候 那里面不同设计的变化 就非常重要 那我想这里是它的强项 它能够呈现出非常高的对比 那这台笔电 它有了OLED 还有4K的画质 一开始就让我非常惊艳 后来我发现 它其实有经过 XLOY Pantone的校色 所以那个颜色的呈现 是非常精准的 我想每个设计师 对颜色都非常挑剔 我们如果呈现给业主看 呈现给顾客看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跟一碗笔电不一样的是 它跳透了16比9那个比例 它是16比10 也就是它上下多了一点 那多了一点对于我们画面呈现 或是说我们画面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我对这台萤幕的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那它的电池渐量力其实也是超乎我想象 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把它重点期待着 就发现其实我没有用到 常常开会电脑开的 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在用着 第一开始我被这台电脑吓到 因为它的背面全都是上热孔 所以它在运转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热空气一直在排出 排热效能非常好 我在操作过程当中没有因为说在运转的时候卡住 因为过热还没有这样的想象出生 这台笔电适合第一要求外观造型的人 第二当然是你对性能要求很要求的人 那第三我自己发现它的音响效果也蛮好的 所以对笔电影响效果喜欢听音乐的人 我觉得也蛮推荐这台 我们目前正在设计澎湖第一座运动中心 那当地的民众也非常期待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蛮大型的案子 那刚好有这样子的笔电来协助我们做产能专案的进行